我首先展示一组数据 前两个数字是代表了 我们江苏高速服务区 现有的充电桩布设情况 江苏高速5200多公里 目前有115对服务区 目前共设置了1057个充电桩 平均每个是9.2 每对服务区有9.2个 当然有些服务区多 有些少 主要是因为它的 通行流量情况 这里边有76% 已经达到了 这个100千瓦以上的快充 那么第三个数字600呢 实际上告诉大家的是 2024年我们江苏高速 还会增加600个 200千瓦以上的超级快充 这样子对大家 特别是新人眼球出行 可以增加保障能力 那么最后一个数字呢 就是网友讲到的 重大节奏器叠 这个我们应对的措施呢 在20个大流量的服务区 增加了移动充电车 因为接下来会出现潮汐现象 潮汐现象就是两个方向的车道 速不保持一致 我们会开放对象的服务区 让它从中间地下通道过去 到对象去充电 再回来 了解 我这次会发生了 这次会发生了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